好了,同学们,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用R-Sync命令进行远程的数据传输一种命令实践 我们要先准备好三台Linux的虚拟机 然后我们要在这三台机器上都把这个R-Sync服务给它安装好 用作待会儿这个要学习的守护进程方式的一种R-Sync数据同步方式 这是生产环境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 我们得在这三台机器上 Yang install rsync-y 都把这个工具给它装一下 走 走 这三台机器都得给它敲一下 我们在这儿来背读一下 R-Sync远程传输命令 实践 好,第一步分别在三 当然了,当前我们的操作可能用不到三台虚拟机 既然我们把这个环境准备好了 就同步的进行一个操作 分别在三台Linux虚拟机上安装R-Sync服务 Yang install 给它装完了之后 我们这三台机器都是安装R-Sync提示是要么是最新的 要么是更新了一下 要么呢,如果你没装过呀 它就会这个首次给它安装一下 好,在这个服务装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怎么进行 诶,笔记在哪儿 怎么进行一个远程的数据传输 来,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形式 是拉,咱们说了嘛 它是不是分两种 一个是Pull,一个是Push 一个拉,一个推 对不对 第一种我们看一下 拉取远程主机的文件数据 拷贝到本地来 这个东西咱们看一下怎么操作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R-Sync的命令 它是R-S-Y-N-C 然后加上参数 后面加上什么呀 是不是S-R-C 原文件 然后D-E-S-T 目标文件 是这么一个语法的吧 然后我们在这儿会用到几个功能性的参数 一个是-E 这个-E呢 指的是可以使用SSH方式进行加密 安全的传输 因为SSH是一个加密之后的一个通道 这是-E参数 然后-A呢 是一个叫做压缩模式传输 且保持所有文件 原属性 这是-A参数 然后再来一个-V参数 这个-V呢 它其实就是Verbos 详细输出的意思 详细输出的参数 好 那有了这几个功能性的参数 我们看一下 怎么把远程主机的数据拷贝到本地来 我们在这里笔记上先写 叫RS1C 然后-AV 这-AV就是压缩模式 然后加上-V 显示详细的这个传输的过程 然后-E -E后边呢 它要指定用SSH方式去传输 为什么要用到它呢 因为我们在生产环境 很多时候运工人员要保证服务器的安全 它不会让默认的端口使用22 它会给它改成 比如说是14578 反正是非22的 因为22是默认的SSH端口 好 那在这儿 如果你是别的端口 或者说不管是或不是 我们在这儿操作一下 -E参数写一个引号 SSH-P -P后边指的就是端口端口号了 那你在这儿 由于我们呀 是没改的 所以给它写上22 那如果你默认就是22呢 其实这个参数 你是不是可以省略掉了 对吧 指定完端口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root账号 登录另一台服务器啊 来 假设我们用R-SING这台服务器 把这个web零音上的数据给它抓过来 那我们是不是得获取web零音这台机器的IP地址啊 IPADDR看一下 它是192.168.178.140 没问题 那我们就在这儿呢 语法是这么写的 root加上 那么at服务IP地址 然后这里呢 写一个冒号 冒号后边跟上你想拷贝的一个资料数据啊 好比呢 我们在这个web零音 在它的 来 咱们 一口写一个 我是爱学习的 超哥 咱们把这个字符串呢 写到temp目录下 比如叫cc.tft 没问题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在这台机器上 把它的数据啊 给它远程的 拉过来 啊 怎么玩呢 那我们就是 呃 这么操作 来 诶 这里多了一个斜杠 好 我们语法是啊 rsync mini 这里是src原文件 我们是不是想要这个文件啊 然后后边加上空格 你想给它传输到哪呢 目标地址是哪呢 我比如给我放到 呃 我这台机器本地的 temp目录下来 啊 那我现在在r-sync这台核武器上 ls跟temp 里面 是没有什么cc.txt 没有吧 好 那我们把这条命令啊 给它 复制一下 在这台机器上 敲一下 哎 你看它首次啊 是不是建立了一个ssh链接 询问你是否新认这台主机的密钥 如果继续 那么你就输入yes 它在这啊 因为你要通过ssh连这种方式去登录 你是不是得输入人家root账号的密码呀 哎 一二三四五六啊 输入六个一 哎 那 在你正确的输入密码了之后呀 你看它说 接收文件列表啊 是cc.txt 发送了43byte的大小啊 传输数据是这么快 然后总大小已经发过去了 用了0.16秒的时间 这整个的过程啊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-v的参数 它把这个整个过程啊 详细的输出给咱们看了一下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我的temp目录下 是不是就有了这个cc.txt的文件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看一下里边的内容 哎 是不是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没问题吧 啊 那好 在生产环境下呀 我们也会经常怎么做呢 呃 先配好ssh免密登录 那么你在用这条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刷刷刷免密的 很快速的 就进行这个远程的数据传输了 明白这意思吧 好 背读一下啊 在生产环境啊 常用这个ssh的免密登录 叫免密登录来操作 好 这是拉取远程主机的数据 拷贝到本地来啊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是不是把本地的数据 推送到远程服 服务器的目录下 是不是这意思啊 语法其实还是一样 只不过呢 这个操作的对象啊 换了个个儿啊 我们还是把r-sync-mini写出来 然后-av 是这个保持文件属性 以及显示过程 那这时候呢 我们已然不需要这个登录这台服务器了啊 我们是操作我本地的数据 我就直接啊 etc 呃 我是爱学习的好学生 咱们把这句话写到比如说student.text里边啊 这是咱们随便写的一个文件对不对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把这个student的文件啊 给它发送到这台机器 目录下去 来 我们在这里 呃 r-sync-av 然后 是把temp里边的student.text 发到哪呢 发到远程主机的 比如说192.568.178.140 放到它的tmp目录下去 好 那我们把这条命令啊 在r-sync这台机器上 敲一下 哎 你看 它提示让咱们输入它的密码 是不是啊 一二三四五六 在密码正确的输入完毕之后呀 你看它说 sandy 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student的文件给它发过去了 那好 我们在web01一台机器里边啊 ls跟temp目录 发现这个student是不是出来了呀 那我们可以cat一下 tempstudent的文件 哎 里边的内容也过来了 那这是基本的 来 这个远程的命令传输实现操作 那我们要说呀 这个其实在生产环境当中啊 其实在生产环境当中啊 使用的是r-sync的守护模式 更多一点 好 那我们在这一小节 就来看一下 r-sync守护模式传输 这一小节目的 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小节目的